大学毕业后,李穆佳和田荣在北京合租,过着节衣缩食的苦日子。 李穆佳是真的穷,单亲家庭跟着母亲长大,家中所有存款都不到五万块。 但田荣却是个隐形的富家女,别看她屡屡失业,哪怕是身无分文,一无所有,还能在北京说买房就买房,这全得益于她的好父母。 男友范华鹏还嫌弃田荣,殊不知,抛弃田荣是他最愚蠢的决定,他根本不知田荣有多值钱,根本不知自己的损失有多大。 田荣根本不知道范华鹏抛弃他的真相,田荣只是普通大学的法学生,意外结识隔壁名校的范华鹏,陷入爱河,为他甘心做免费的保姆。 田荣爱范华鹏的帅气和才华,却不知范华鹏根本就没爱过他。 田荣是范华鹏的小迷妹,范华鹏看向他的眼神却只有嫌弃,嫌弃他不够漂亮,不够优秀。 范华鹏对待田荣,根本没有恋爱中男女该有的样子,他只有在用得着田荣的时候才会去找他。 范华鹏有一次找田荣,是为了让他给自己熨烫西服,却责怪田荣迟到。 田荣跟他见面就讲工作中遇到的麻烦事,范华鹏不但不安慰他,还满是不耐烦。 田荣又不是小孩子,当然懂得那些大道理,他对范华鹏抱怨,无非是想得到他的安慰和温暖。 范华鹏比李牧家有工作经验,特意为他制定职场秘籍,范华鹏也比田荣年长,他又为田荣做了些什么呢? 只有利用,责怪,打压,贬低,控制,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破吗? 范华鹏总是变相地嫌弃田荣,田荣还屁颠屁颠地吃他那一套。 范华鹏不让田荣吃太多,说他是求职的关键期,要注意形象,其实只是他不想。 跟田荣一起吃饭的借口。 范华鹏说他不解风情,因为风情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,他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挣钱,其实这只是他不想跟田荣亲近的借口。 爱与不爱,一眼就能看出来,范华鹏不愿跟同事介绍田荣,就是因为他瞧不起田荣。 田荣既没有娇好的面容,优美的身材,也没有光鲜亮丽的工作,范华鹏觉得拿不出手。 360行,行行出状元,工作不分高低贵贱。 田荣一门心思做房产中介,成为优秀员工,范华鹏却觉得他不务正业,用分手逼他找对口工作。 田荣喜欢卖房,也适合做这行,但他更喜欢范华鹏,差点为了他放弃这份工作。 其实,就算田荣为他放弃了自我,范华鹏也不会高看田荣,只会觉得他是田荣的人生导师,田荣该感谢他才对。 田荣为范华鹏做饭,打理衣服,自从范华鹏跟田荣在一起后,他就没有自己洗过衣服,他还不知感恩。 同时,夸他穿得整齐,背后一定有一位贤内助,什么时候介绍给大家认识,他却一口否决,理由是拿不出手。 田荣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给了范华鹏,得到的只有背后的嫌弃和诋毁,真为他感到不值,但他似乎也不值得同情。 李穆佳多次劝田荣不要再对范华鹏那么好,甚至劝他主动提出分手,田荣就是不愿意。 不管范华鹏对他的态度多么恶劣,他始终是乐呵呵地看着他脸色,动不动就道歉求原谅。 哪怕是被分手了,还在哭着求复合,一点尊严都没了。 田荣在爱情中的卑微,太掉价,范华鹏都没提过结婚的事,他就主动给自己贴了个女主内,照顾男人的标签。 田荣的不思进取,得过且过,碌碌无为,确实让人恨铁不成钢, 为了男人失去自我,只会让人看不起,这也是范华鹏无情抛弃他的理由,因为渣,难不懂感恩和珍惜。 田荣一口气买三套房,真的可取吗? 范华鹏提的分手,田荣悲痛欲绝,我就是爱他,我愿意为他牺牲一切,愿意为他去死。 爱他人的前提,是先百分之百地爱自己,是对方知道你爱他,领你的情,心疼你的人,也爱你的全部。 很显然,范华鹏不是那种值得被爱的男人,他连两千块钱都不愿意借给田荣,田荣早该跟他断绝关系。 所幸,田荣还有李牧家这个贴心,清醒的好朋友,他才能那么快从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,也好在有支持他的父母,他才有了在北京立足的底气。 田荣不再为范华鹏一蹶不振,给父母打电话,也一句都没提男友和分手的事,张口就是要买房子。 田荣的父母特别给力,让人羡慕不已。 父母知道田荣在北京不容易,不想让他吃苦受累,才经常指责他非待在北京这件事,虽然反对,但他们还是每月都会给女儿打钱。 虽然他们一心想要女儿回老家山西工作,汗烙饱收又体面的事业单位都给他找好了。 但当女儿下定决心要留在北京时,要在北京买房安家时,他们二话不说,就赶到北京支持他。 买房是为了有个家,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。 田荣父母本打算给女儿在市区全款买一套房自住,田荣非要贷款一口气买三套。 暂且不说父母没有那么长远的眼光,就是换作预算有限的年轻人,也不会像田荣这样做,肯定首选一个吻字。 因为田荣已经踏下心来在房产中介上班,没了范华鹏的贬低和控制,他把失恋的痛苦化作了工作的动力,成为了房产中介界的行家。 也是因为田荣眼光独到,有远见,有超出常人的判断力,他看好的楼盘,必会涨价,他看好的二手房,一周之内必定成交。 所以田荣认为,投资房产将来一定会有巨大的回报。 田荣不顾父母的反对,向父母要六十万,并说这是借的,以后会还。 父母不是心疼钱,也不是不舍得给田荣,而是不想让他背负着房贷的压力。 天文数字一样的债款,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,又哪能吃得消。 但田荣不是一般人,他自有打算,留一间自己住,其他的都租出去,收房租的钱,加上他为数不多的工资,刚好够还月工的。 这也就意味着,田荣的勒紧裤腰带过日子,连吃穿用度的钱都没了,一块泡面都要掰成两半吃,若是再遇到房价低迷期,连贷款都还不起了。 田荣一口气买三套房,其实也有赌气的成分。 他就是想要向那些看不起他的人证明,他田荣不是一无是处,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在北京立足,且过得比谁都要好。 嫌弃田荣的人,也不止泛华鹏一个,他的同学也都看不起他,这都是他奋发图强的动力。 同学一听,田荣在北京买了三套房,都眼红,阴阳怪气地让田荣这个大富婆提携他们,却不知田荣在这显贵的背后, 受了多大的罪,其实面子什么的,根本不重要,重要的是自己过得好。 钱也是一样,正在多都可以说不够花,根本没有上线,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,开心自在。 田荣一味地追求房子,一直盯着投资房产未来的收益,却忽略了眼前的现实,食不果腹,靠父母和朋友,接济的日子,真的好过吗? 还不如少买一套房,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。 年轻也是一种资本,田荣就仗着年轻,身体有自愈的能力,不好好吃饭,完全不顾潜在的隐患。 千里之低亏于乙穴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这些老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田荣为了房子和钱作建自己的身体,等将来身体垮了,赚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? 在追求更好生活的过程中,若是失去了健康、自由、生活、感情,就算有了房子,还有什么意义呢? 照目前的趋势来看,房价的低迷期,亦是田荣的低谷期,也是对他最大的考验,就看他如何取舍了。 田荣以一百万的价格卖掉了自己住的那套房,并不代表着他退让了,以他的性格和目光来看,他肯定还会在买房投资。 田荣之前就跟李牧家畅想过,他要买好多好多房子,满世界去收房租。 这不是大话,是他的人生目标,他也有这个能力去实现。 田荣抓住了时代的风口和机遇,又有父母和朋友的资助,还有李叔这个贵人带头,他以后一定会大富大贵。 到那时,范华鹏就只有嫉妒和后悔的份儿了。 他当初要是肯相信,支持田荣,一起享受荣华富贵的人就是他了,终究还是范华鹏目光短浅了。 这也说明,田荣真是一个潜力股,所有人都低估他了。